中立委好 包括在選前院 政黨不決定 等於消防指令官司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內政部陳次長 中選會劉主委 有請內政部陳次長 中選會劉主委 劉委好 兩位好 辛苦了 我請教一下 今天討論的題目 其實我們過去都討論過 我先確認一下 罷免不得宣傳這件事情 應不應該把這個 不太合理的條文被除掉 內政部的意見是怎麼樣 我們是尊重也贊成 尊重是尊重 贊成是贊成 到底是尊重還是贊成 我們在上個會期 我們就表達是說 我們會同意 你們會同意嗎 對不對 但是你們今天報告 你們寫的是予以尊重 意思就是我們立法院怎麼決定 你們就看著辦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我現在請教市長的意思就是說 你到底是贊成還是尊重 贊成 那劉主委 我們當然支持 你們表示支持 你們從以前到現在都表示支持 對不對 好 我現在了解一下 那罷免不得宣傳 這個是選證還選誤 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選證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也不想再問 這個你們都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今天要修這個東西 其實就只有內政部可以講 因為選爸爸是你們主管 但是實際在做罷免 可不可以宣傳的是 是選委會嗎 問題就在這裡 好來謝謝 請主委回座 請次長回座 請怎麼這麼好 沒有啦 我對你很好 我知道 意思是說 有關選舉的部分 其實還是 中選會是一個主管機關 而且你們是一個獨立機關 這個部分應該你們比較清楚 來我們來看第一頁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在 第八屆就討論過了 包括討論很多次 然後其實委員會也做一個決議了嘛 就是說 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那現在唯一不足的就是說 有一些 把罷免不得宣傳這件事拿掉以後 還有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嘛 對 因為我們選舉 的宣傳 其實有部分的限制 那但是罷免如果只拿掉 完全沒有限制 這個也不太好 所以有一些配套措施 認為要改善嘛 對不對 沒有錯嘛 對 那上個會期為什麼會 會後來沒有結果 我的了解是好像 後來要叫政黨協商 沒有協商 協商不成嘛 就是蔡正元委員黨 蔡正元委員說 反正有關罷免通通不准過 那這個當然不合理 他也離開了嘛 這個我們不追究 但是事實上這個非常清楚 選舉不得罷免這件事情 就不合理嘛 那我們也認為剛剛 內政部次長也講了 你也講了 都這個東西刪除都 都表示支持嘛 那唯一就是 如何配套我們把它修完整而已嘛 對不對 對 是這樣子 OK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其實我今天想跟主委談的 是跟這個無關的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清楚 罷免大家都非常清楚 一個是罷免不得宣傳的事情 一個是門檻 門檻要降低 我想這個我們都討論非常多次 我今天想談的是 有關原住民選舉的概念 主委我先請教你 我們在選舉上 平地三包跟三地三包 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 到底怎麼區分 這個我不太清楚 沒有啦 你們選舉你們有這樣的分類嘛 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 不然請那個 內政部民政司來幫忙一下 原民會有在 原民會在不在 請原民會來 莊副主委 來副主委 委員好 其實在我們的原 在我們的憲法 憲法裡面有提到 平地三包跟三地三包 這個部分的一個分類 憲法裡面的規定就是 原住民裡面其實分 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嘛 對不對 但是在選舉上你們怎麼去區分 誰是平地誰是三地 到底三地叫做三地 到底白地叫做平地 跟委員報告 那個應該是 元席日記時代 對三包跟平地 所以第一個問題 就是這樣的區分 到底意義大破